Hello 大家好 珠春奴 7月10日即是粵澳恢復7日核酸檢測有效期的第一日 據了解旅客即時增加幾千人次 較之前增加兩成 數字令人鼓舞 所以澳門旅遊局希望暑假旅客量 可以回升至5月日均3萬人次水平 有投資銀行發表報告指 措施有助澳門旅客復甦 花旗報告指出 透過行業渠道了解 據知7月初11日澳門博彩收入達30億元 即日均賭收有2.82億元 略高於淡季6月日均收益2.18億元 而季賓廳的賭收按月可望升大約25% 中場的賭收可以按月可望升大約26至28% 他們維持7月份澳門賭收有80億元的預測 另外高盛認為澳門賭收已經見底了 如果港澳有機會有限度通關 假設每天有3至5000個限額 即佔以往日均訪澳港客量的20至25% 相當於澳門賭收大約3至8% 對豪島估的前景持正面的看法 有博彩業中介人士說 越澳核酸檢測有效期恢復至7天 有助刺激旅客訪澳 但對博彩業刺激未見顯現 他們寄望下半年會好轉 尤其在暑假可以利好賭收 但預計賭收要重上百億水平 日均客量至少要回到30萬以上 希望港澳早日通關 有酒店業人士說 華月澳放寬通關後 酒店預訂回暖 房價輕微上升 現時入住率大約6至7成 相信暑假檔期會更理想 可望達到八成多 預計暑假期間 傳統酒店房價或輕微上升2至3% 至於路淳金剛大道的綜合型酒店 升幅可能高一點 因為設施比較多 旅遊業人士說 內地省市已經恢復團隊遊 澳門四百多日沒有本土病例 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們希望當局加強與內地溝通 盡快開放內地的團客來澳門找 加快澳門旅遊業復甦 這集就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、按LIKE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